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春美洋讲堂 今天是2021年5月23号 这次是紧急加一个视频 为什么呢 最近多伦多的天气非常晴 也非常热 也刚好是渔灾的时候 很多朋友的话 在渔苗的时候就出了问题 就是怎么荒苗的问题 怎么荒苗呢 在我的经验看来 就是要一挑二盖三不要 这怎么说呢 一挑就是我们要挑这个渔灾的时间 尽量挑这个第二天是阴天的时间 或者说在下午五点以后 太阳不怎么热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机挑的不好 那你的小苗渔的再好 那下去以后就会出现问题 为什么呢 小苗渔灾它或多或少 根部就会受损 受损的话就会影响水分的吸收 如果是你挑上午渔灾 或者说中午渔灾 那渔灾下去以后 在脱盘那一瞬间 就会造成脱水 就会影响小苗恢复 第二点 就是两盖 怎么盖呢 一个 就是上面要加盖子 我这里看的是有西伏陆苗 交了三个盖子 这个差别是什么呢 在十天前 你在西伏陆苗的时候 现在没盖的是当时有盖子 盖着恢复得很好 个头已经是没盖的那种 差不多三四倍那么大 现在罩子弹出来了 把原来没盖过的给盖上 这是一盖 第二个 就是如果说 在地面上有条件的情况下 盖上一点这个冒气 对保水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小苗的渔灾的话 它这个根都不能可以灾得太深 这两天天气太热 如果不盖的话 对这个水分的损失很大 就会出问题 我这个的话 西瓜苗栽上去以后 不好盖盖子 就给它盖上了冒气 这是两盖 当问题出来了 大家就会说 那盖了以后 温度那么高怎么办 好 大家注意一看 这盖子上边是有通风口的 那在这几天的情况下 通风口就不要盖上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下边 不要再用土土上 不要盖太盐 这样的话 它温度在太阳再怎么晒 温度不至于升过35度 我用温度去测过 所以这是两盖 那这三不要的是什么 就是第一点 不要使用任何没欧透的肥料 有的朋友的这个苗栽下去以后 很快发年 就是因为下边埋了这个没欧透的这个厨余啊 农家肥啊 就出现了肥害 第二个不要呢就是 不要让这个小苗的根直接接触到这个肥料 你下边肥料放了以后跟土混合 还得设计成薄薄的这个隔离层 这是二不要 第三不要呢就是 不要浇水过度 不要想着这个小苗粘了 我赶快浇水 那浇水的话 越浇多得多 这个小苗死得越快 因为小苗的根系是需要水分的 你这个需要这个氧气的 你水分浇的太多 这个氧气不够小苗会憋死的 那正确的浇水方法就是 一栽小苗的当时浇透水 盖上盖子以后 可以差不多一周以后才浇水 或者说如果没有盖子 是盖了冒起 那第二天轻轻浇一点 那过每隔两天浇一次 每隔两天浇一次 就可以保证这个小苗成活的很好 大家注意这几点 那小苗的鱼栽就没有问题 我这边过来 都是绿细里面藏了这个 鱼栽的丝瓜苗 丝瓜苗 红花豆苗 红花豆苗 苦瓜苗 小点冒起 苦瓜苗 丝瓜苗 丝瓜苗 这是覆盖荒苗当中的草莓 还有朋友最感兴趣的 我的佛手瓜 美国有朋友说他想看佛手瓜 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好 这是我里面的佛手瓜苗的情况 在大木箱子里面 现在为了给大家拍视频的话 我把塑料薄膜拿开了 但是呢 范圆一看 它是栽在一个 这个堆肥箱里面 堆肥箱小便厚厚的堆肥 破了土以后 苗栽在土上 然后 平常这个 塑料薄膜 一直是盖着的 但这个盖的前提 是 我没有伍太紧 我后面是用这个砖块 压了一下 压起来 它能保证 这个温度 到三十度左右 湿度 能到百分之七十左右 小苗恢复得很好 小苗恢复得很好 另外的话 我们去看看那边的坎瓜苗 这里这个坎瓜苗 后栽的也盖了盖子 这里也是坎瓜苗 在蚕豆地里面的 好 这是堆肥箱里面的坎瓜苗 很多坎瓜苗 大家就会问 为什么栽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坎瓜苗 因为今年我已经发觉了 坎瓜流瓜 最好是主藤流瓜 它的小瓜 到第七个节八个节以后 一个节一个瓜 一个节一个瓜 瓜结的很多 那我们首先 没上载子之前 建小瓜 差不多有十几公分长 就把小瓜吃了 不养大瓜 这样的话 它一根主藤上去 不会占很多地方 去年我记得留了五颗瓜藤 就觉得有点单薄 今年的话我加倍 留了十几根瓜藤 这里的话地面比较宽 有一部分可以让它在树上爬 另外一部分就让它上架子去 架子做得很大 所以的话 掌握好这几个环节 那就不怕小苗恢复 回复不过来 前几天给大家看的 这个西红柿和蜗笋 现在蜗笋已经逐步减少了 西红柿苗起来了 就在荒苗当中 像这样的话 温度不至于很高 小苗会恢复得很好 我这白菜里边种进了茄子 过两天把这个白菜籽间菜扒了 茄子就出来了 这边这几口大茄子苗 也恢复得很好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一点 谢谢大家 现在时间还来得及 如果小苗有弄坏的 赶快重新移栽 或者说 直接在地里面播种以后 浇盖盖子还来得及 有到把的时间 祝大家身体健康 种植一块